哇這水超清澈耶 超級美 一路這樣游過來 看到裡面超多 超多雲 然後整個水 這樣看起來 你看喔 現在這樣看 你已經看到幾點 現在看到最多的地方 世界最有名的 兩個地方 藍洞很多地方有啊 那是最知名的像義大利的 藍洞 然後還有沖繩的青洞 在旺季的時候 旺季的時候這邊應該慢慢的都是人頭 沒錯都是人 剛才這裡面的保育工作 真的做得很好 因為我們現在輕動這個地方 是這種添加石進了一區 所以他沒辦法來那邊 所以他沒辦法來那邊 對 所以這邊漁潤有很多 這邊呢就是我們今天要這個 水費潛水的裝備 在我右手邊這一位教練呢 就是今天我的道歉員 你好我叫派 這邊的青洞大概有多深啊 大概是在七米八米 就到底了 所以其實他沒有想像中這麼深耶 嗯沒有 其實甚至連浮潛都可以進青洞 對也可以看到那個藍光 那他這個裡面的範圍有多大 如果我們從洞口游進去的話 大概會有五十公尺左右吧 五十公尺 然後寬的話可以容納 如果我們從洞 洞口是最窄的地方 那大概可以四個人平行吧 這樣子可以進去那個洞口 其實算滿大的 這個洞算是安全好玩 然後又漂亮的地方 是不是 說到沖繩的青洞 相信很多人都來過啦 就算沒來過也一定聽說過 這個與義大利卡布里島藍洞 秉稱世界為二的沖繩青洞 可說是這裡最有名的海中秘境 不管你會不會游泳 有沒有潛水的經驗 只要在島潛員的帶領之下 都能一探青洞的神秘面紗 那教練我們這邊下去是往哪個方向 你說它有兩百公尺 往右邊有 這邊往船那個方向去游 對 你會看到一個corner 然後再往右轉就會進青洞了 那這樣子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嗎 OK 因為我們是岸前 所以你會看到那邊入水出水 當那邊的時候你先站好 你可以先把你的面鏡帶好 好不好 一面鏡站布很滑膽的喝到水 所以你面鏡帶好之後呢 你再把鼻鼻衝飽我們再穿滑鞋 那等會我們游的時候呢 你的耳壓平衡還記得吧 記得記得 可以齁 兩邊都可以 今天動態也不錯 OK 中信福利也OK 知道七七上升土氣下潛吧 我知道我知道 OK 也OK 好 那等會你就跟著我 我幫你複習一下手勢 首先這個是OK 如果你有黃偉哥OK好嗎 有問題嗎 哪裡有問題跟我說 好好吃喔 有問題 沒錯 上升下潛往左往右 我也是你跟著我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是平址的手勢 OK吧 我問你還有多少空氣的時候 你直接游到我旁邊給我看就好了 反正我只帶你一個人 OK吧 好 那這樣子就可以出發了 坐到這青凍 其實是真榮填甲懸崖裡 一個被海水侵蝕的洞窟 因為從洞窟內看出去 洞口灑進來的陽光透過海水 變成神秘且美麗的青藍色光線 才會被稱之為藍凍或青凍 洞口灑進去 教練這裡面大概有多深啊 你說往裡面游嗎 對 大概40米左右吧 40米 40米 可是越往裡游越淺 你有進去到最深的地方過嗎 等一下帶你進去 哇這水超清澈耶 超級美 一路這樣游過來 看到裡面超多 超多魚 然後整個水 這樣看起來 你看喔 你現在這樣看 你已經看到幾點了 你現在看到這裡面 所以一般如果來都會到最裡面嗎 還是就在這個位置來看一下 都會在你剛剛拍照的地方 然後拍照 然後看客人情況怎麼樣 然後再決定 你要不要繼續往裡面走 所以這邊不是那種頂光的 就是洞穴在頂部的 主要就是這一塊 它還是屬於開放性的 你剛剛問的應該是說 就是風批型這樣進去 然後對 不是它是屬於開放性的 對 所以你就算是浮起來 潛水你還是可以直接上來 而不是找不到路 就沒辦法出水面了 那種就是危險 風批型的也不可能去浮起來 對啊 沒錯 對 所以來這邊其實真的很安全 大家先騷安勿躁啊 青棟最名人的地方 當然不是在海面上 而是要潛入海中 才能感受到日光和海水的 交互作用 讓你彷彿置身外太空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準備好你的眼睛 咱們一起Falling Down 真是太夢幻了啊 沐浴在青藍色的光線之中 跟隨著海水漂浮擺盪 各式各樣的魚群在身邊來回傳輸 真的就像悠遊在內太空之中 而且不只青棟警分迷人 就算是附近的海域也一樣 充滿珊瑚和熱帶魚 也難怪常聽人家說啊 如果沒來青棟就別說你來過沖繩啊 怎麼形容呢 只能說感動 然後還有一個 保育工作是要做好 下面的珊瑚礁 然後海水的清澈度 魚的種類 大小 數量 都非常非常的驚人 然後非常的漂亮 世界最有名的兩個地方 蘭洞很多地方有啊 那是最知名的像義大利的蘭洞 然後還有沖繩的青洞 在旺季的時候 旺季的時候這邊應該慢慢的都是人頭 沒錯都是人頭 剛才進去其實已經開始差不多要排隊了 進去出來 然後我們在蘭洞裡面看了一下 已經有另外一邊進來 然後我們就要趕快移開 然後讓位置給別人輪流 但是就是每個人都看得到 這樣漂亮的美景 像這裡面的保育工作真的做得很好 因為我們現在青棟這個地方 正中全家是禁禁區 所以他沒辦法來那邊住 他沒辦法來那邊住 所以這邊魚會特別住 也難怪青棟會是沖繩最熱門的前點 小剛我才剛剛上岸 就已經開始懷念那個光了 喜歡嗎?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送好禮活動喔